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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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莎之鋒小鎮老師教室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數位串流 所謂的數位串流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 網路上的一個圖書館 CD圖書館 那我們比較常聽到的數位串流是 早期的KKBOX 還有個Spotify 最近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TIDLE 有時候同學會問我說 小事我平常在家裡要聽什麼樣的音樂 那你有沒有什麼唱片讓我聽 那同學呢 就可能會跟我接CD回家來聽 像我小時候我會去逛唱片行 然後我們就會蹲 去找那個薩斯風的櫃位 然後就一張一張張打開來看 然後一張CD片 日本進口的要800多塊 好貴啊 然後就省吃減用了好不容易買了一片CD片 然後呢又走到了 過了一段時間呢又 然後想說存了一點點錢 省吃減用了一段時間 又再買了一張唱片又八九百塊 可是這樣慢慢買 買了幾年 也不太可能把所有的CD片買完 後來再過一段時間的時候就出現了MP3 我們就把這些CD片呢 壓縮成MP3 然後我坐在車上的時候可以聽 我坐公車的時候可以聽 但是好像 還少了一個 就是這個MP3裡面好像還少了某一首歌 就像我們的女生的衣櫃裡面 好像總會覺得衣服少了一件一樣 對所以MP3這件事情 到後來還是會 有聽完了一天 然後你聽一聽聽聽 欸 你想要再去灌其他歌的時候 你又必須打這個MP3 然後插上電腦 再去 裝入其他的音樂 所以其實這個動作非常的繁瑣 然後你裝到有一天可能又 滿了 滿了就必須得再換一台MP3 又買更大的容量 永遠都 換不完 好那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這個TIDLE呢 它是一個 比較新的這個數位串流 第一個呢 它可以 接種我們的 空間 以前我們在放CD櫃的時候 你可能一整面想的CD櫃 還打不過一個現在的網路雲端的 呃 數位串流 那 有時候我們 發現 以前的舊的那個CD唱片打開來 欸 殼子外殼跟裡面的CD還不一樣 所以就是光整理這件事情其實 滿花時間的 而且 容易非常的混亂 對 那現在比較先進的話 就像有些人家裡的電視牆上 有數位串流殼 然後 或者是像比較新的 像Netflix 就是它的 DVD片啊 或者是藍光片也變得比較少 然後你的家裡會變得 整個電視牆會變得比較乾淨 當然實體有 實體的收藏的一些 感覺 實體的收藏會 感覺跟虛擬的感覺還是不太一樣 就是讓我們的媒體會變得更 更簡單更乾淨 那可能甚至就不需要這些媒體 所以它是很利貴 第二個好處是 它有上市的這個唱片幾乎在裡面都找得到 有時候假設我 如果你也有帳號 然後你也有申請 那我今天要分享我覺得好聽的CD 或者是一些新的專輯 我就直接把那個圖片結局下來 然後 Line給你 你就知道說 喔 有個新的好聽的唱片又出版了 第三個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的費用其實不高 我現在用到最便宜的方案是 新的話是一年380 續月是580 你聽10年的話 可能大概就是5000塊的話 也可以把5000多塊 耶 你可以擁有很多的很多的CD片 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下一個就是說 如何申請 跟下載這個 Title這個程式 好 那我現在打開我的手機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是你要有帳號 好 那現在我打開 我是在蝦皮上買的 那我打開我的蝦皮的話 你打開這些Title 你點進去 這些都是賣 都是賣家 那點進去之後 像這邊有130 580 這邊有128 650 就是它三個月多少錢 那這個是一個月29塊 那你點進去之後 你購買之後呢 購買之後呢 你再把你的信箱 傳給它 然後它會給你一組密碼 那這個密碼就是你等一下 登入你的APP裡面的 需要的密碼 那下一步呢 是我們把這個APP 下載到我們的手機裡面 好 那下一步呢 在這個設定裡面的iTunes 然後點上這個Ivo ID 然後在這裡面呢 你需要按這個國家和地區 那台灣其實沒有開放 所以你需要跳到 國外的地方 去下載 像我現在會跳到 香港的地方 香港地區 香港是有開放的 說往下走 一直走一直走 香港地區 過頭了 香港地區 好 那香港進去之後呢 然後你按同意 那你就先按5 那名字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隨便打 你可能打 中環 然後電話0000 然後按下一步 然後就完成 完成之後呢 到APP這個store裡面呢 尋找這個 TIDAL 在這邊按這個下載就會有了 然後TIDAL MUSIC就在這裡 那這個就是我平常聽的一些專輯 像我平常有聽 爵士樂 然後我有聽 蔡清 然後Eagles樂團 還有 宮崎駿的音樂 那這邊還有 薩斯峰的四重奏 然後呢 還有一些 薩斯峰的抒情 床頭音樂啊 然後像日本的動物樂團 這裡也找得到 好 假設你喜歡雨落前這張專輯 你就在這邊按個星星 然後呢 它就會在這個 Albert裡面出現 你不喜歡這張專輯 你就把這個愛心 按掉 在這個地方呢 它就不會出現了 那現在這個我打開來是 電腦的畫面 左這邊呢 這個MyMix就是你 平常喜歡聽的歌手 它就會混在這個裡面 然後它就會 隨機的播放 像這樣子 它會隨機的播放 那Playlist就可以自己編輯你的歌曲 那假設這是 瑜伽類的 然後或者是鋼琴類的 你就可以把它編列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Albert就是我們剛剛 就是這個專輯呢 就是你剛剛喜歡的專輯 你就可以播放 可以整理在這裡 像我平常有時候會聽 爵士樂 現在是電腦的版本 然後一些薩斯峰的曲子 在這裡 然後這是日本比較有名的 日本的動物樂團 然後這是日本的動物樂團 好 然後這個track就是你剛剛喜歡的單手 你可以 有時候可以把它丟在這裡面 就是 artist 是你喜歡的樂手 那你如果 今天要找歌 你要從樂手裡面找歌的話 你就可以按這裡 好 然後假設我今天要聽 恩 愛你萬年 我點進去之後呢 你會發現其實有出專輯的人還蠻多的 就是有三個人 然後這邊有四個 所以其實有出愛你萬年專輯的人有四個 那 菜琴的話也會有 就點進去之後呢 菜琴 那假設我現在 打菜琴的話 有個 早期的菜琴就是這個 2003年 1970年 就是這些比較早的時間 那 這個 層次裡面有幾個 比較新的專輯的話 它會用羅馬屏 然後我們就打 TASI 然後控個 HING 多 假設你現在點一張菜琴的 專輯 下面呢 它就是它相關菜琴的專輯都會在這邊 所以你看這下面就是用羅馬屏 有到這麼多 好 那像我開車的時候就會 放著這個音樂 然後就掛在車上 邊開邊聽 所以它有個好處 另外一個好處是 其實你放著它是不會有任何的廣告的 對 所以其實 有時候我們在聽Youtube音樂的時候 聽到一般廣告跑出來的時候很 很麻煩 然後你也是要付費 但是相較於付費的話 這個的聲音是比較好的 好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希望在我下面幫我按個讚 給我一個鼓勵 那也分享給你身邊吹薩子豐的朋友 還有你如果聽到好聽的音樂 還有專輯 不妨也 傳給我聽聽看喔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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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